台北市有一群陪伴犬 他们会出动陪伴失亲疑、老人家 或者身心障碍人士 陪伴犬和人之间的互动 看起上来温馨感人 但是要令这只狗个性稳定 其实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的 台北市松山国小的校园里面 出现了新穿着制服的稀有来宾 他就是陪伴犬 穿着制服之后准备开始今天的任务了 小说是挪威娜犬 体型庞大但是个性温柔 他静静地趴在地上 小孩子对他又好奇又害怕 一直在旁边观察的老师非常惊讶 陪伴犬带来的疗愈效果 陪伴犬要有良好的社会化和稳定度 需要接受长期的训练 虽然挪威娜被视为空猛的犬种 但是养主客业培训的话 他就会成为陪伴犬 自小就在日内人往的补习班上长大 对人和嘈杂的环境比较不会害怕 陪伴犬需要长期的训练 当他们训练完成之后 就可以出任务 疗愈人们的心了 感谢观看